你不要说等到下半年GV200真的开始出货营收 获利开始拉升之后你再来买 那时候搞不好就二字头 所以下半年就是要买这种 有订单有数字的真正的最强的金融 那除此之外呢 今天也在平盘附近持续布局一档GV200的新标股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么台股、雅股以及美股 最近都在持续在创高之后 拉回整理修正的一个过程 那跌的都不多 那比较大的变化是来自于最近亚洲的货币 有一轮新的一个贬值的一个 全面贬值的一个走势 那当然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 联准会最近有一些官员的说法看法 让大家开始重新评估说 今年可能甚至都不会降息 可能今年已经没有机会降息了 那降息可能是明年的事情 这当然影响所及就是说 股市在一个相对的高档 如果今年不降息 那就让有一些资金有提早撤退 又跑回到美元去 所以美元就上来 轮币大扁 那日元大扁 台币对日元最近扁到0.203还是多少 因为这两天我太太就是趁机减便 又买一些日元 未来可以去日本玩的时候使用 快要变1比5 5比1了 我觉得几年前我们家买了一些日元的时候 好像是0.25还是0.26 现在竟然已经来到了接近1比0.2 真的很夸张 所以日币扁到160 扁破160 台币也扁 日币扁的更多 相对来说对台币来说又更便宜 那讲这些的意思就是说 告诉大家就是说 为什么最近的股市看到外资也卖 一来是因为国际都做一个回档修正 那连续四天卖700多亿 那其中一点就是因为最近预期说可能不会降息 所以外资有一些又淘掉 但每次都这样子就说可能要降息又不降息的 所以有一些资因又跑掉 汇率变波动的时候 你就看到行情稍微做一个调整 调整完之后 看好后续的基本面趋势的AI 台湾在全球AI代工的中心点 下半年GB200的AI伺服器 预计9月份开始要出货 黄文鑫就有说台积电在第二季就现在 陆续就在交货相关GPU了 所以台电给的够早 预期的数量也会比较多 所以今年整个下半年要出货 GB200AI伺服器 整体数量至少上修大概1万台 所以可预期的相关的零五件的那个 备货槽所带动的那个出货的 那个动能会非常强势 你就把它想成好几年前的瓶概股 瓶概股 每年到了9月份要发表之前 前面大概三个月时间就看到相关的那些 横盘的亮缩整理 但就K线上是连续三根的红包 代表都是每天打下去就拉上来 打下去就拉上来 打下去就拉上来 这叫一个吃货盘 所以即便高涨震荡下涨买盘强劲 简单结果就是我说下面的空间不会大 然后第三季最大的题材就是GB200要拉货 所以只要是相关的供应链 尤其是独家的供应链 一定有大涨机会 所以这边我们锁定的就是GB200的 相关的新的题材 很多啦 好股票真的很多啦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 哇 这个行情好像高档要拉回了两万三 如果回档要两万二要回档三千点 现阶段没有这个回档的条件 下来就是收红 下来就是收红 代表低档都有人在买嘛 所以7月份股市会更精彩 因为就开始回归真正进入拉货 旺季有营收有获利 有数字成长的新品股 它真正的主持人造大行情 反倒是之前有一些就是大家都在炒转机嘛 可能二线的三线的 但是不是真的拿到订单 然后第三季看得到数字 就快要见真章了 很快就要见真章了 所以这边就是说我们操作开始回归到数字很强 确认有订单 而且准备要出货 我相信这个会是7月份以后市场的主力 那一档一档来看 经济科持股目前就续爆中 那我就说他就是比较高拐 当人家跌的时候他就给你涨 盘中级拉到401块半 那也涨不多了 现在大概在395附近 桥涨大概1%多 那现在就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64美元的处理器 现在进入到最后OS就是作业软体的一个测试 测试完毕之后没有问题 光是客户就有5个 产品做出来之后总共有5个客户 准备要在明年量产购买他的CPU产品 要抢中国禁用AMD、Intel之后的型内电脑的换机市场 这块是大饼 这块量会很大 PCIe Switch的晶片的案子更大 因为合约金额是好几倍 单价也是好几倍 市场也非常大 每年超过100万克的市场需求 所以这个案子只要前进来 案子启动下去 后面连续性的入账金额 这个一定非常可观 未来只要量产 我相信获利应该动辄2、30块钱起跳 所以现在就等这两块 后续持续的发酵 只要一发酵 我相信过高615的天价不是问题 现在我们就持股爆了 然后IC股升权 股价短线连涨4天 连涨4天 目前涨1块钱来到58块6 接着是分板交易的第11天 明天要最后一天嘛 下礼拜一出关 那最后这几天呢 连续性的一个上涨 但是股价是真正的强势 真正强势 预期8月份重电用的MCU的新增还比较出货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机 因为毛利率大幅度跳升 所以股价到时候就会再挑战64块的高顶 所以这边也是持股就续报 持股续报 IP股的另外一档持股 新顶在昨天创的短线的新高 今天拉回稍微做两所 那他是拿下日本新创AI公司的ASIC订单 预计全力金应该6月份可以看得到 所以6月份营收会成长 而且他是率先打入日本ASIC的市场 后面这一块随着台积电的熊本设厂 这一边的这个相关的生意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所以明年估计会有更多的案子 跟着台积电发大财 所以他这一波是神盾集团最强的股票 我相信随着下半年的业绩逐渐发酵 那股价绝对是有条件去挑战 今年大概1月份699块半的高点 我相信要这个突破这个高点 该不是难事的 那只是说短线都还在一个缓步电高的走势 那目前持股就是虚报 然后水冷的部分呢 绝对也是GB200的备料的重点中的重点 因为非常多的零组件 台湾其实产能都够 但是GB200因为过热的问题 一定要用到水冷 但因为水冷是一个新的规格 大家产能其实都不够 所以把这些系统厂要备料的过程 一定是优先要抢货 那当然水冷的龙头 比如说3017的骑红很好 3324的双红也很好 8996的高利 我相信他们从7月起 相关业绩动能一定都看得到 但是这三家公司在今年都累积了相当可观的涨幅 这是事实 所以你希望后面那一段业绩出来 股价涨幅跟上面前面那一段一样多 我认为不太可能 这个应该是不现实的 但比较有机会的 我倒是大力看好3483粒子 因为过去它是以NV散热为主 所以本益比相对来说是比较没有那么高 但是今年在NV这一块 它推出了SVC的散热新产品 那这个效能很好 所以它可以取代所谓的风扇的散热 因为比如说我们家有一台MacBook Air 就是很薄很薄 比例电脑就越来越做越轻薄 那你就不可能用风扇 因为根本没有那个厚度装风扇 所以就是要用这种SVC这种散热的产品 所以新产品单价高利润高 下半年进入旺季 而且今年有AIPC有机会带动NV 一个新的换机场 可是这块也是相当不错 然后第四季水冷产品也准备要出货 所以当初本益比相对于高利啊 双红齐红啊低估比较多 是因为当初大家认为就是说 你是Notebook的人家是AI伺服器的 人家是水冷的 所以本益比相对高很多 那它的水冷部分第四季就要出货了 所以我认为PE Relating的一个 本益比重新估值的行情即将来到 今年估计至少9到10块钱 明年25块 这是保守估计哦 那我就说我们就说拿高利来做比较好的 第一季力质1.61 高利是1.44 所以励志的获利比高利来的更高 我相信今年它的获利也会比高利来的更多 但是以励志来说 你今天的股价早上高点214 现在大概204 我们算大概210好 高利这样的股价大概478 我们算480 整整差了270元 我没有告诉你要去放工高利 你千万不要误会自己举一反 你这样自己脑补 千万不要 因为他们再来出货动能一定看得到 涨多涨少 我认为就是趋势往上 但是我们在一个趋势往上的相关的股票里面 要抓一档最被低估的 那一档有可能是我们后面会赚最多的 那这一档就是励志 如果明年要赚25块 这个获利恐怕不见得会输给双红吉红太多 双红现在是780 我们就算800块钱 齐红现在是738 两个都7800啊 这个只有200块钱 所以这个后面 我相信第三季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 P-relating的一个大行情 然后机率200的供应链 看好玉邦 礼拜二涨5.8% 那天除息配2块3 还原全值当天高点165.8 昨天最高涨5.78 还原全值168.8 今天稍微做拉回盘下 再做一个加码 目前股价小跌大概3块钱 3块钱 那他的产品 有一颗电容的型号 叫做SPCAP的这个电容 那你要知道说电容 他基本上他的特色 就是所谓的耐高温 制服器为什么需要水冷 就是因为他实在是过热太烫了 你不觉得散热问题 他一烧掉他一当机 整个制造中心可能就毁了 所以呢电容耐高温 就变成S5C非常重要的 一个关键的被动元件 那这一颗电容产品 他在5月份拿到NVIDIA GP200台系供应链的独家供应商 独家台湾救他 再来就是日本 所以他再来可以持续扩张他 扩张他的市占率 那每一颗NVIDIA的GPU要用到20颗 那一个机柜我恐怕用到上千颗 毛利率超过五成 以目前育邦低线毛利率大概30%来说 那这一颗新的产品 要出个NVIDIAGP200的毛利率超过五成 这这么大的落差 随着第三季的拉货 GP200的倍量 一定带动整个数字强劲的成长 会强力带动业绩向上 所以我们估计说去年赚3.73 今年大概有7块钱 明年就有机会14块 就是连续两年翻倍 这么高的成长性 你要知道本益比高的条件 一方面就是说毛利高的本益比高 一来就是成长性高的 因为反映未来 现在获利不高 但是未来获利会很高 所以说反映未来的获利 本益比就会拉升的很高 所以每一年要成长100%获利的 本益比我认为二三十倍是很正常 二十五三十倍是很正常 所以明年大概14块钱的获利 你就知道说现在的这个价位 股价真心不贵 你不要说等到下半年 GP200真的开始出货 营收获利开始拉升 之后你再来买 那时候搞不好就二字头 所以下半年就是要买这种 有订单 有数字的真正的最强的金平股 那除此之外呢 今天也在平盘附近 持续布局一档 GP200的新标股 那跟玉邦一样哦 也是GP200台湾的独家订单 台系独家订单 就只有他而已 而且老板说客户 AI客户最近追单非常积极 简单讲就是说我急着要 价格都好谈好说 拜托你把交货的时辰 帮我提前一点 赶快帮我赶工 因为我客户急着要 我急着要出货 价格好谈 交集提前 毛利率又高 而且是GP200独家订单 后面一定有大行情 去年赚14块 今年至少20 明年大概26到28乐观版本 上看30块钱 这也是一个高速成长的一个公司 所以我估计就是股价的部分 股价部分至少抽过200块的空间 所以这种是比较偏高价股票 他就很合适 就是说你资金可能比如说 好几百万或者三千万 或者更多 像这种股票你一口气 可以买个一两千万两三千万 这是轻松买得到的 一波拉上去涨个200块 甚至涨更多 那可以赚非常非常多的钱 第三季就是要操作这种 数字最强大的金铭股 有大钱可以赚 这是最近我们持续布局的一个方向 再来提醒大家 我们的LINE的ID改成 小老鼠S168178 小老鼠S168178 一路发一起发 那很好记嘛 鼓励大家多多加入我的官方的 LINE的官方账号 除了盘中11点多 会有我每天的即时的解盘文章 当然对大家在当天盘式 你会有一个即时的看法 即时的方向 很有帮助 那加入之后呢 给大家的服务就是说 只要你加入之后 留言168178加上你的手机号码 我就会发放一组 明天最新的标股密码的福利给大家 让你有机会 跟着我们在第一时间就上车 最强最新必买金铭股 那我们来布局迎接 7月份主身段的大涨行情 赶快加入LINE 来领取最新标股密码的福利 祝大家超出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产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优独立则 优独立则 优独立则